今天有個獨門的這個甜辣醬 粽子好朋友 對 因為我們好奇怪 台灣吃粽子一定要甜辣醬 好像到了這個時候 好像非要加一點甜甜的 不加甜辣醬好像很奇怪 好 那我們就家裡 現有了很簡單的材料 用一點大蒜 大概幾顆 兩三顆 用一點辣椒 去籽醬 對 檸檬 醋 家裡有醋對不對 對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簡單的 用了大概三湯匙左右的醋 我今天做這個 還可以沾那個泰式料理 老師 這個是泰式醬嗎 有一點 改良的泰式醬 那我們就三湯匙的這個醋 再加一點大概五湯匙的半碗的水 把稍微稀釋一下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蒜丁放下去 其實這個很簡單 只要全部放下去 把它熬煮一下 所以你這個醬算是鹹的 鹹酸丁 鹹酸丁 這辣椒 辣椒 很辣 這是鹹酸丁 我們用一點點這個糖 那這個糖是一般醬 我如果你要健康版的 我就用寡糖 就可以寡糖 這個適量 大概跟醋大概是1比1 這樣口感會比較好吃一點 好 那鹽巴只要一點點 是沾素的 那如果是沾昏的也可以 可以啊 因為我這個本身就是素的 這個香味很快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給它稍微滾一下 那最後再提香一下 我就會加一點檸檬汁 大概半顆檸檬汁 這個一般是最後 它才會那個清香會流出 對 好厲害喔 對 它讓它的粽子的味道 又更豐富一點 對 那就代替我們台式的甜辣醬 因為一般我們都市售買的嘛 罐頭直接 而且這個醬沾起來 也不會有負擔 對